從這整起事件 我們回過頭來 大家現在在檢討 發現呢 這個林姓吾 他的身份居然是 外溢間逃犯 然後呢 逃逾一周 找不到資料 然後台南警方 昨天也很離譜 公布了錯誤的大頭照 因為他說呢 在殉職員警的這個 小電腦裡面 最後一筆資料 是這個陳姓嫌犯 所以呢 鬧出了一個大烏龍事件 那更離譜的是 到底 這個辣椒水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因為今天 方養寧有還原 殺警的過程 他說呢 因為噴了辣椒水 所以讓歹徒 更加的瘋狂 他眼睛很痛 所以他很生氣 但不對啊 噴辣椒水 不就是要讓歹徒 因為很痛 喪失攻擊的作用嗎 他不只殺了警方 他不只割警 而且他奪槍 他還能被噴辣椒水 他還可以再奪槍 然後他還可以再開槍 甚至支援的員警 趕到的時候 他還可以對他的警車開槍 表示這個辣椒水 對這個嫌犯來說 根本沒有達到 保護警察的作用啊 網路上就有人說 你看看國外使用的辣椒水 基本上很快會喪失行動 但現在我們台灣的辣椒水 為什麼 可以讓歹徒 陷入狂暴 然後奪槍 再開四槍 怎麼想都不可能 很多人在問 這個品質誰採購 哪個品牌要不要公布 很多人說會不會是嫌犯 準備要的台詞 他根本就沒有噴到 辣椒水會不會是脫辭 脫罪之詞 我在想這個園警應該是有 對他噴辣椒水 但是呢有沒有噴到他 跟噴到他哪裡 然後呢後續的這個效果如何 我覺得這是一個 現在看到的是嫌犯單方面的說法 所以聽起來像是呢 嫌犯為了要減少自己的罪責 他想要往這個過失 而非故意的方向去替自己辯護 所以如果他認為說 這個你噴到我辣椒水 所以我就一陣驚慌亂灰 不小心的 那是不是他的刑責 他的刑期未來 是可以變得比較少一點 所以他都想好了 包含怎麼逃亡 因為他看起來不是這種思覺失調的患者 那他先前過去的一些前科 也都是以這種強盜為主的 那你看到他在犯下這個罪行之後 如果你真的什麼都搞不清楚 那你就呆呆的在那邊 可是沒有 他先這個汽車 然後他先把車開走 然後汽車把身上的衣服染血的 都換掉 然後呢去看醫生 然後呢還在吃坎樓買飲料 然後呢再來呢 他又開始呢 去新營 開始北上去搶劫 搶到錢之後再去搭客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會記得要換裝 那他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他的貿言都壓得很低 所以一直都不太知道他是誰 那我在想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才會有那個大烏龍 就是以為是韋傑 但是不是 我覺得大家都欠韋傑一個道歉 韋傑他當然也是通緝犯 但是偷虛寶跟殺兩個警察 這個是天差地緣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次這個警察在處理這個事情 就是說警方處理這個事情 有一點誇張的在於說呢 你如果看到那個小電腦裡面 最後一個搜是陳賢 那他可能是有疑慮 但是是不是這個時候就可以把人家的照片公布出來 然後從昨天下午2點一路到 到晚上10點他正式投案之前 大家都以為是他 然後去他臉書出征 然後他家人全部都被找出來 他以前的老師還發了一篇臉書 在寫跟他過去怎麼樣怎麼樣 當時就覺得他怪怪的等等 這些話我覺得對他也造成蠻大的傷害 連他阿嬤都出來講 是阿嬤叫他投案的 他說他本來好像是在家裡睡覺吧 新聞上這樣寫 他起來發現自己怎麼變成殺警的嫌犯 那最可怕的事情好險是沒有發生 就是你看游錫坤說要判死刑 然後呢徐國勇說大膽用槍 那你要想喔 如果這個韋傑他沒有看新聞不知道 然後傻傻的就出去便利商店買東西 被人家通報了 看到警察來了他一定跑 為什麼他自己本身也是通緝犯 他就是故意不去嘛 所以才被通緝 那他一跑是不是有人就會對他開槍 因為徐國勇交代大膽開槍 那如果真的殺錯人的話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會變得更加的離譜 更加嚴重 所以還好是他起來發現這件事情 阿嬤勸他趕快去投案 他看到臉書這麼多人在罵他 然後他又沒有做這個事 他最後也受不了 就主動向警方這邊來投案 那然後呢投案之後 我覺得昨天有一個很誇張的事實 我昨天晚上有看新聞 昨天晚上10點多 韋傑人已經進去了 那有一些媒體已經報導 應該不是他做的了 因為他的長相身材跟那個 警車記錄器裡面不一樣的 然後呢 但是警方在回應的時候 也沒排除他 就是說他嫌犯已經來投案 然後明天才偵訊 然後呢晚上11點半 我們看到了竟然嫌犯 真凶還在搶劫 我們才很確定說 那就不可能是他了嗎 他都已經投案了 外面還有人在搶劫 那怎麼可能是他呢 那我覺得對這個韋傑 他是真的是蠻不公平的 那也希望類似的情況不要再發生 而且呢除了 就誠信嫌犯有兩個人 都被公佈了照片 一開始公佈這韋傑 後來又有另外一個人也被公佈 但那個時候晚上 大家就已經不太相信政府 所以大多數的人都沒有在 轉傳那些資料跟照片了 可是我覺得政府如果 你要公佈給大家 那你應該就要真的是 蠻確定說是這個人 不要去亂公佈人家的照片 這樣是不太好的行為 所以很多網路上 大家都在討論嘛 數位中介法能讓他過嗎 如果過了的話 這算算是假消息 警方會不會有罪 而且我們能不能討論 如果大家不討論的話 搞不好今天還真的將錯就錯 因為根本沒有討論的餘地 可是會讓免疫力 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大家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姐姐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